刘诗诗和吴奇隆可谓是最萌年龄差夫妻 虽然是相差17岁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任何代沟 并在外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两人已经走到结婚的地步 但在他们盛大的婚礼中 最引人关注的是刘妈妈 这气质学不来 但是欲比自己小17岁的娇妻同框 却是丝毫看不出来哪里不登对 而且刘妈妈看起来感觉比吴奇隆还要年轻 据说她只比吴奇隆大两岁而已 于是在婚礼当天发生一件让大家觉得尴尬的事 就是两位新人要亲父母的时候 吴奇隆和诗诗的蜻蜓点水的亲法相比 吴奇隆把整个脸贴过去就显得格外亲热 而刘诗诗爸爸的眼神成为焦点了 想象也是很能理解 毕竟自己的女儿居然嫁给了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男人 这个落差是有多接受不了 看他们婚后秀恩爱却很高调 时常在公众场合秀一把恩爱 但吴奇隆对他非常宠爱 从眼神便知他们之间很有爱 纵所周知 吴奇隆一向节俭 因为早年拍戏挣的钱全都用于还债了 甚至赚钱不易 但是对婚礼的花销 吴奇隆是这样说的 所以吴奇隆跟刘诗诗的婚礼是备受瞩目 然而刘妈妈却是成功抢劲 刘诗诗一直被称为气质美女 看了刘妈妈的照片之后 才知道刘诗诗的这份气质来源于哪了 刘妈妈也是气质如蓝 美得不可防务 吴奇隆和刘诗诗因系结缘 最后走进婚姻殿堂 两人风口也时常秀恩爱 近日吴奇隆刘诗诗诗夫妻现身起场 两人一路上手拉手甜蜜对时热聊 倘若无人公开洒口粮 不过最大亮点还是在两人的身材上 夫妻俩最近的伙食不错吧 史诗看起来胖了一些 但也有可能吃衣服看起来显胖了 而四爷这就是真状了 这紧绷的肌肉看起来真的很违和 尤其这条牛仔裤穿上身更尴尬 已打算转战幕后的四爷 是不是越来越缺少身材管理了 裤子站上